在成功国小音乐班演奏生日快乐歌声中 议长童子伟和副议长杨秀玉带领下 包括市长谢国良、市议员和市府官员们 一起高唱生日快乐歌 共同切下蛋糕 开心庆祝基隆市议会73周年会庆 庆祝会庆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和副议长杨秀玉 亲自表扬资深以及基优的市议会员工之外 议长也表彰现任的资深议员为名喉舌监督市政的贡献 首次以议长身份主持的议长童子伟 感谢议政顾问团和各界的支持 也谢谢市政府回应市议会的监督和名义 非常谢谢我们在座包含张前议长、宋前议长 以及南丽皇议员、张耿惠议员、林恩典议员 余山发议员、旅美议员、还有我们杨副议长 都给我非常非常多的意见跟养分 那我也要利用这个公开的机会 来表达我对李同城、秘书长 以及我们各位一级主管 以及所有议会同仁对职位的帮忙跟协助 我想我们议会十个月来顺利的运作 都靠我们议会的所有同仁 在各个方面还有各个单位 一个螺丝一个螺丝的努力 我想我非常的感恩 所以我就可以专心的跑星辰 那本会的运作都可以顺利 也非常谢谢我们各位局处首长 以及县市长代理的师傅团队 对议会的监督以及问证 都给予最大的协助跟会议名誉 非常感谢我们在座的所有同仁 市议会也特地请来 巴斗国小表演打鼓和舞师阵头 以及仁爱国小舞蹈班的演出 更有成功国小音乐班精彩的演奏 这三所国小都以不同而著名的才艺表演 接受市议会邀请为市议会会庆祝贺 也受到热烈掌声鼓励 同样首次以市长身份带领市政府团队 参加市议会会庆的基督市长谢国良 同样表达感谢也愿意接受市议会的指导 我们明天也即将开议 我们这几天我跟我的市府团队 也都非常努力地来准备要完整的资料 让议会报告我们在明年度的一个市政的方向 跟我们预算的使用情形 那我不能说迫不及待 不能这样讲 但是我们只能说 我们很期待听到议会的这些 对于市政非常了解的先进们 在市政上继续给我们的很多指导跟鼓励 我们每次有在议会 从议员给我们咨询的时候 有时候那个三句两句 就是累积的民意所期盼的 跟以往市府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这几天也都跟我的同仁在讨论 我们都有一个一致的共识 就是对于议会给我们的这个 尤其在议事殿堂上面给我们的指寻 我们是非常的真诚的感谢 而且愿意接受指导 最后在成功国小音乐班演奏生日快乐歌声中 大家一起高唱生日快乐歌 共同切下蛋糕 开心庆祝 基隆市立会73周年会庆 记者吴运松 基隆报导 快乐歌响尤其可乐 我们在这儿